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道 台北的乌来山明水秀 老街的传统美食更是令人实质大动 每逢周末假日总是吸引大批游客前来 延然已成为知名观光景点了 但你知道吗,这里曾经有一座龟山发电厂 是台湾的第一座水利电厂 虽然目前只剩遗迹 但很庆幸的是台电保存了珍贵的成年照片 现在就让这些老照片带我们穿过时光机 回到过去一探新店的电力开发室吧 斑驳的照片 年代久远的小故事 蕴含着多年如一的认真 龟山位于新店市南北市溪汇流 新店溪上下游交界的山区 据说是因为南市溪旁 有一个形状像乌龟的小山 因此而得名 龟山发电所是台湾第一座 民生事业用的水利发电厂 初期由日本人土仓龙次郎投资建造 后来因为财务危机不得已被迫退出 而台湾总督府认为 利用高山峻岭的溪流发电是很好的构想 因此接收经营龟山发电所 这就是台湾电力事业公营化的开始 龟山水利发电所于西元1905年7月完工 并架设了龟山到台北之间长16.5公里的输电线路 10月25号开始送电到台北城内 蒙甲、大稻城三个区域 入夜后接到灯火通明 将台北生活带入新的境界 成为台湾第一个有电灯的城市 西元1925到1933年间 高达90%的平均发电率 获得当时全台电厂的第一名 是当代重要的建设成就 龟山发电所完工运转后 民生电力需求日渐增加 西元1907年5月立即进行扩充工作 并利用龟山发电所的经验 在下游催生出台湾第二座水利发电厂 新电直潭粗坑里的小粗坑发电所 完工于1909年 是当时台北彭地日常所需的主要电力来源 小粗坑发电所外观为红砖外墙 斜面屋顶设有通风用的长形中楼式气窗 是造型优雅的巴洛克式建筑 2001年土木济师工会等六个民间团体 在评选全国土木工程时 获选为十大土木石基 是全台保存最好的日制时代水利发电厂 乌来发电厂位于南氏溪与桶后溪的交汇处 是继龟山发电厂之后 日本政府利用新电锡上游发展水利发电的 现代化基础工程 1941年新龟山发电厂完工 正式取代老龟山电厂 它位在新电锡上游 南氏溪与北氏溪河流处 面朝北氏溪 背靠大粗山 新电锡流域有小粗坑 乌来 龟山三个各自分离的发电厂 俗称为小乌龟 1975年5月为组织精简 台电公司将三个电厂合并 并将龟山发电厂改名为卫山发电厂 加上完成于1986年的翡翠水坝及翡翠发电厂 因而统称为翡翠小乌龟 1992年再加上竹东软桥厂 转型称为五合一的电厂 年度发电目标为4亿7800万度 提供大台北地区不可或缺的电力来源 所以桂山发电厂可谓是 在传承中演变 并同时见证了台湾水力发电的百年风华 台电影音网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